前几天有位网友在超市货架上拿起一个罐头 逆时针发力旋转 但罐头转了几圈 竟变成顺时针旋转直到停止 网友纳闷之余 再次尝试 发现起初逆时针旋转的罐头总会自动反向 于是怀疑这和摩擦力有关 但具体是什么原理呢 为此我们找来一个欧拉圆盘进行实验 发现这个金属圆盘能在光滑的镜面上长时间转动 并且随着高度降低 发出的音调会逐渐升高 为了进一步研究欧拉圆盘的特性 我们在边缘画一个箭头 让它对正接触点 发现箭头转一圈再次对正接触点的位置 会前进一段距离 观察接触点的移动轨迹 原来是一条半径小于圆盘的环形路径 圆盘掩盖路径滚动的距离是自身周长 这超过了路径的周长 因此箭头每圈前进的距离就是两个周长之差 既然如此 我们设圆盘的半径为R和镜面的夹角为Cita 那么滚动路径长度就是2πRcosCita 而箭头每圈前进的距离 又是圆盘和滚动路径的周长之差 因此是2πR乘1-cosCita 如果用这个前进距离处于滚动路径的周长 则得到箭头每转动一圈的前进比为CosCita 而这个前进比就是箭头和接触点在路径上的转速之比 也就是圆盘的自转速度 和在镜面上的振动频率之比 该笔值随夹角Cita的变化曲线如图 看起来圆盘转速随夹角同向增减 而振动频率随夹角反向增减 据此也不知道是哪位老铁又进一步推导 得出振动频率和夹角的关系是 原来频率确实是随着夹角减小而增大 因此圆盘越倾斜 振动的频率就越高 音调就越尖锐 同时又得出自转速度和夹角的关系是 说明圆盘转速会随着夹角减小而减小 因此圆盘越倾斜 箭头每圈前进的距离越短 现在已记录梦香的同学其实是明智的 你别看我刚才德伯德伯一大堆 其实主要目的是为了水时间 其次就是捎带脚说明 自转方向和旋转振动方向相同 是欧拉圆盘的固有属性 如果有人想让圆盘自行改变自转方向 就可按照网友的方法 拿起一盒罐头让它边缘出地 首先手指发力让罐头绕着中轴线逆时针自转 同时手掌向左发力 推动罐头在平面上顺时针滚动 如此一来 本应顺时针自转的罐头 由于初始的反转动能 就和桌面发生了滑动摩擦 将转动动能不断消耗 直至接触点恢复滚动 才使罐头重新同向自转起来 因此网友之所以发现罐头的自转方向改变 其实是它启动时 通过反拧夹正推的动作 施加了反向自转的初始动能而导致的